走嘞 請坐 大家早安 你們吃這個早餐還可以嗎 還是要下一次要叫麥當勞送漢堡來 這個比較配合美國的基本精神 OK 如果要從麥當勞開始談 我們先談一句話 美國人其實老一輩都知道 麥當勞的漢堡不一定好吃 而且可以說 在我們老一輩來講是不好吃 但是為什麼它這麼風型 當然就是因為它有那個 品管啊 就說麥當勞的漢堡既然不是最好吃的 但是 還可以啊 而每一個人知道 它就是這樣的水準 它就是這樣的品質 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 那我完全不能接受呢 林剛別論 像 我們現在五六十歲 我媽媽做的漢堡 我小時候我媽媽做的漢堡 比麥當勞 好吃的太多了 我們隨便在外面旅行 我們看到一個店 某某漢堡 誒 說不定它做的漢堡非常好吃 又比麥當勞厚 又比麥當勞厚 又比麥當勞有味道 又加的菜番茄什麼的又比它多 說不定是非常好吃 但是 也說不定是非常難吃 所以不敢去啊 不敢去耶 大家都說 哎呀 出遠門 就是去麥當勞好了 反正 那個品質 那個水準 你知道了 不會說失望啊 就是這個樣子 全國統一啊 所以後來它就封信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是 美國做事的一個 基本的態度 它就是用一個 基本的品管 Wanel Papa 它的產品 推行 到全世界 呃 幾年前 就像說 我跟我太太 我們 我們會美國去 呃 結果它就看到 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吸塵器 很小 就這麼大 就這麼大 然後當然有延長線 但是裡面有電池 可以不用那個延長 一個吸塵器 它就說 欸 這個在家裡 有一些灰塵在角落 不是洗一洗就好了嗎 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它說 它想買一個 所以它就買那個 反正美國的 美國的店 110嘛 台灣的店110也 也都一樣 所以它就買一個回來 後來有一次 我們在台灣 我們坐在客廳 我們稍微再看那個吸塵器 欸 外面是美國那個廠牌的名字 裡面打開 那個馬達是馬來西亞做的 那個裡面什麼零件是中國做的 另外什麼是 南太平洋什麼地方做的 另外那個是日本做的 另外那個是印度做的 其實裡面沒有美國的 只有外面那個外殼 有美國的那個 那個名字而已 美國搶牌的名字 所以我太太那個時候也感嘆 就是說 就是一個品管而已 美國做這個吸塵器 或是美國做什麼產品 它就是處一個品管 其他的都是外包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 我們要看到它做事情一樣 所以就是麥當勞 它是一個標準化 它是推行 那有的人 在台灣他去吃麥當勞 我覺得這個美國菜沒怎麼樣 我是第一個舉手來同意 對不怎麼樣 他就是一般 他就是一般 他絕對不是 他覺得 甚至於麥當勞漢堡能代表美國菜嗎 甚至於 這個不可這樣講 他不是代表美國菜 美國菜是什麼 我不知道 有個地方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可能在德州 他就覺得他的牛排非常好 可能在別的地方 他覺得 在靠近 在靠近那個東海岸 有的 Maryland Joe的那個 那個海灣 他就覺得他的龍蝦最好 在靠近東海岸 可能覺得他的蚌殼很好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菜 對不對 舊金山 他有他的海鮮 他覺得他的海鮮好吃 每個地方不一樣 什麼是代表美國的 因為美國太大 所以太多地方的東西 但是他有一點這個地方的東西 但是 很多很多的東西是 是全國在賣 所以譬如說可可可樂 可可可樂沒有什麼地方色彩 因為它每一個角落都買得到 所以 沒有吃的 以前 我年輕的時候 我回美國去 大家說 喔 帶什麼名產回來給我 我也不知道 買一瓶可可可樂給他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你當地的東西 如果是用吃的 你就沒有辦法帶很遠的地方 但是現場要吃的 其他除了這個什麼 小紀念品什麼 嗯 大部分都大眾化 沒有說很特別的 買一部汽車給你 那也不行 進口稅各方面 太大的負擔 所以 開始談一點這個 基本上 我們要談 我們要談一點 美國精神 就像說 美國 嗯 我看了一本書 一個是 紐約有一個人寫的 他是一個政治家 他在紐約 是一個政治家 他是大概一百六十多年前寫的 他常常 他在他的書啊 他在談紐約 紐約市 紐約市的政治局面 然後他 他在講 他 他 他有一個觀念就是 那個時候有一個觀念就是 他說政治家就是從事什麼 就是從事 合法的腐敗 或是 這樣子 他所謂 他所謂合法的腐敗 另外 就是我們今天是說的 內線 對不對 因為他產家政治 所以他知道 喔 那塊地 要發展 或是那個區域要發展 或是火車要拉個線到哪裡 或是 政府要蓋個新大樓在哪裡 他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剛好 等到政府真的要開始購買這個 當地的地的時候 喔 很巧妙的發覺 那個地都已經是他的親戚朋友所擁有的 然後要求的價格都很高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一些內線 那今天 那今天 美國反而對那個內線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敏感 他也追蹤很多 就覺得這個不公平 你做你有特殊的內線 就像美國的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一個一個大亨 他突然 就買很多很多的什麼公司的股票 有沒有 那很可能 事後美國就要查 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 你一定 一定有什麼消息 而那個時候報紙上沒有消息 所以你有什麼內幕消息 啊內幕消息他就認為這個 這個你賺的這個錢 這個不公平嘛 所以現在美國談這個 這個我覺得 也變成美國的一種基本精神 就是說他要把這個 把整個經濟活動 比喻成一個酬場 他盡量要把這個酬場 是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 所以 美國 這個相關的宣言 或是憲法 啊這些他就講 人平等 那 就像 我太太這兩天他去 他去士林什麼旗子學校 他去那邊 啊你看那些人 他 跟我們比 他不平的 他出生不平的 因為他頭腦 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樣靈活運作 所以他們 他們說 他們騎士學校 他是 開一個咖啡館 然後9月到11月 禮拜幾禮拜幾 你可以去喝咖啡 然後學生就過來 然後 他可能到你桌子 然後他看你 想很久 很久很久 然後說 你想喝什麼 對不對 他要想很久才能把這句話 吐出來 然後他們只有兩種是 這個 茶跟咖啡 熱的跟冷的 結果 有一個桌子有五個人坐 後來 他們就叫了咖啡 啊這裡其中一個人 就跑到那邊 跟那個人講 等到那個學生 端那個 咖啡過來的時候 他就愣住了 他就躺在那裡 他一算 我五杯 他一算這四個人 他就在旁邊愣住 怎麼會多一杯 你 再算一次 五杯 四個人 不對耶 這樣不對 很多老師在旁邊 他說老師這樣不對 他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邊的人說 喔你趕快回去喔 那個 帶咖啡過來的人 那個 那個學生快瘋掉了 趕快過去坐 喔 再算一次 五杯 五個人啊這個對 就開始服務 所以人人平等 這個我們用眼睛 用經驗 我們很知道不對 但是 他們所談的人人平等 不是這個 他談的是機會 他希望機會平等 然後你用你的能力來發揮 所以為什麼這個內線交易 也會引起什麼大的反彈 就是 你剝奪別人機會平等的 這個方面的權利嘛 所以 凡是這類的問題 那 那 我 不知道 我 我以前 我以前聽過些人 他對台灣的這個 他對台灣的這個補習 他就說 欸 如果這幾個孩子補習 這幾個孩子沒有錢 爸爸媽媽沒錢不能補習 那不是他機會不一樣嗎 這個 這個也是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 美國小朋友是可能很小 很小補習 美國 美國所謂補習就是 課後的其他的東西嘛 譬如說他去學 下棋 或是他去學 小提琴 或是他去學鋼琴 就是課後去學 或是他去 學足球 這個就是課位 但是你說美國的小朋友 他課後就去 所謂補習 你 白天在上課的那些東西 這個我在美國 我是沒有聽過 呃 教理說 有一些貴族可能會請一個家教 或什麼 但是一般 你說有整個課程有這樣的安排 我不知道 我 美國太大了 所以 我不能說我的經驗 我在歐哈歐州 長大的 我不能說我的經驗代表一切 但是 我所知道的 是沒有這樣 那 不是 前一段時間 有一個華人 社會華人 是 可能他是台灣來的 可能他是中國來的 我不知道欸 可能是台灣的吧 但是他自己定位是華人 他去美國 他住在東北嘛 那我的感覺 他住在Boston那一帶嘛 我以前也住那一帶 有幾年我上高中了嘛 那結果他怎麼樣養育他的小孩子 他也是用這個 可能是台灣人 因為他用了這個台灣這種高壓的方式嘛 小孩子回來 我就是要B做功課 然後外面可能那個華人就設一些類似布希班之類的 小孩子都趕到那邊去 然後課後輔導總總 結果他B子小孩子必須這樣 然後必須成績 必須簽 一兩名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 他那個 他寫了一本書 那個書出來以後 有很多當地人 打電話說 我如果看到你在街上我會打你 就這樣 就跟他說 我會打你 因為養孩子不是這個養法 所以反彈很大 就是那個白人社會有沒有 那些人就說 你是很可惡的一個人 他就認為說 他愛孩子 他要孩子出人頭地 但是他們 他們認為愛孩子應該是讓他自己發展耶 對不對 不是逼他怎麼樣 所以這個事情 也是回到 我們談來談去 這個也是美國的基本想法耶 這個美國的基本想法 那我兒子 我兒子 是台灣媽媽 美國爸爸 他小時候 我們先送他到那個 台灣一般的小學 因為我跟我太太 我們住在台灣也住過海外 我們基本的想法就是 中文比較難 先學中文再說 所以我們送他到一般 幼稚園 我們送他到一般的那個 國民小學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碰到一個美國人 美國人 他來台灣很久 他就說 那你小孩子怎麼安排 我說送到一般國民小學 他說 那那樣也可以 他說 但是我告訴你 他有美國的基因 因為美國爸爸 台灣媽媽 他有美國的基因 你要觀察 他到幾年級 他美國基因就開始 發作 那你就 你就要準備 轉美國系統 他說我提醒你 這個事情 一般 他說他所觀察的 一般那個混血小孩 美國台灣的 他說他 一般是堵不下去 所以你看看 你觀察看看 所以我就說 好啊 反正小孩在幼稚園 我覺得 什麼問題都沒有 對不對 有一些問題 但是 但是不是 不知道怎麼評估 那個老師說 你的小孩 都會躲在角落 拿著一些玩具 自己玩 他不跟大家玩 我就想 美國人比較獨立 有沒有 就是自己啊 他不要跟別人分享 還有 還有 我們從小就 給我們小孩 給他一個 安排一個 一個保母 那個保母 剛好是 柯家人 我們沒有意見 反正 我們看看 他家裡都很溫暖 他先生每天 就幾點回來 他有兩個女兒 兩個兒子 都待在家裡 就是好像 大學 要是剛畢業 什麼 每天都喜歡 跟小孩子玩一玩 我們覺得 這個環境非常好啊 就是好像一個 比較穩定的家庭 不是像我們以前 開補習班 跑來跑去 晚上十點還是忙啊 所以我們就跟他安排這個家庭 後來到了 到了幼稚園的時候 這個幼稚園的老師就說 你小孩子是不是 都跟外國人在講大 在外國人的家庭 我說沒有啊 那是台灣的家庭 他說奇怪 我們跟他講 他說 老師你看 一個飛機 我們就跟他說 一架飛機 他說老師你看 一架飛機 一架蚊子 一架桌子 一架電風扇 老師你看 他說 只有外國人會 會把這個 量子把它亂掉啊 像這樣 確實是這樣 我說我不知道 他跟他講 老師你看一個蚊子 後來他說 要說正確是什麼 他想很久 老師一架蚊子 飛來飛去 他不會 他那個他不會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只有一個答案 美國的基因 只有這個 美國基因的這個 這個 所以我就說 我從我們小孩子去看 我們小孩子 那進入學校 然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他就說 老師說 這些生字都寫 都寫二十遍 結果 他回來 他說 我跟老師談判 我說 我不要寫二十遍 我寫兩遍就好了 你在考我 如果不會 我寫兩百遍 我跟太太說 你看他的美國基因 已經發作了 開始用邏輯 來討論中國字 這個不行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趕快安排 趕快安排 是不是有什麼 美國學校可以去 剛好台北南港 有個美國學校 他可以去 南港也是基督教學校 那個時候才剛開始幾年 所以我們就轉到南港 美國學校 然後就是 傳 英文的 教學 所以他就去那邊 幾年 到國中畢業吧 他在那邊 所以在那邊四年五年 所以 那個環境 劈哩啪啪啪 幾年後 他的英文非常流利 不知道每天那個老師 他們也有各種課 文法課 什麼課 他都在那裡 一直讀下去 可能 也是跟 他的美國基因 有一點關係 他英文 就一開始學 就 然後發音很漂亮 沒有外國情 反而他 他在台灣突生突長 他反而講華語有外國強 但是講英文沒有外國強 很奇怪 嘴型的關係 我不知道 這個無法解釋 那我們 我們要談 美國精神 就是從他的經驗來講 在美國學校 就是 因為現在有那個電腦 有那個 線上討論種種 所以他們 怕回家的時候 都是線上大家 一會兒 討論功課 有沒有 第六題怎麼樣 今天數學第六題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到底 我這個算不出來 對對對 要先這樣 這個你避免不了 但是還是要自己寫 要自己的筆記 要自己的筆記 我 很多小孩子 在台灣的小學 他都說他 他就今天 他就把數學發包給別的同學 那個捐回來 就直接交捐 美國學校金融不行 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筆記 你不能發給別人 所以 我覺得這個地方 可能是不是那個 智慧財產權 或是版權什麼 觀念就從小 就給他輸入 你不能 用別人的東西 然後說是你的 他們 他們對那個 非常 非常的機會 不可以 所以這個 有這些地方 跟台灣的 的小學不一樣 然後他們 那個功課也 當然也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他回家 一個多小時 他就完成 然後有的功課 就是在學校 他有 他有排那個 作業時間 有的功課 就給他們 在學校 在學校做 然後 回家 也是不到五點 都已經回來了 所以 所以他們 他們這個 整個課程的安排 就是 他們還是比較像 小孩子 的那種安排 就是說他除了學校以外 所以小孩考慮到 他有自己的一些時間 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你去台灣 台灣的家庭 有的小孩子 很晚很晚才回來 對不對 那我都是 都是什麼 在 都是在學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那些 我有時候 我翻小孩子課本 我說 有哪一個雇主 要你學這些東西 你將來就是 你去社會 就是要就業 你學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社會上有哪一個雇主 要你會這些東西 就像我兒子 學那個美國歷史 或是什麼那些 那當然 你學個大概就可以啊 啊 美國學校 會不會叫你背 第一個總統 到歐巴馬 44個總統派 順序 然後年齡 沒有啊 為什麼要背這個 你網路一查就有啊 是美國已經跟上時代 他不要你背 一些你馬上查得到的東西 這沒有 這浪費頭腦耶 空間有限 我們到底這裡是算M還是算G啊 對不對 這個容量嘛 但是他有限嘛 啊你放一些沒有用的東西進去 啊你沒有辦法 那前幾天 我們這個 民政府 就有一個小聚餐 很多我們的這個 在幫我們做 攝影 網路各方面 他就聚會 啊結果 因為我兒子的那個經驗 他向美國學校 所以在我們聚會的場所十幾個人 有一個人他是 他是台灣人 很年輕 啊但他說 他已經讀到數學博士 我就說數學博士 那不得了耶 那我就隨便想我兒子以前問我幾個問題 我說今天零度 明天氣象局說為多冷一倍 那是幾度耶 他回答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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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兒子以前看過的問題 好 你回答不出 但是如何去攻擊這個題目 如何用結構來分析這個題目 好 no idea 欸奇怪耶 我不一定可以拿得到答案 但是我想 我可以說有幾個方式去分析這個問題 他一片空白 那我又問他一些 數學那個極端問題 他沒有一個可以答得出來 啊 這個 因為畢竟我沒有數學博士 啊我考到一個數學博士好像 有點什麼文化霸權還是什麼 他一定不喜歡我 對不對 啊我就是隨便用一些 美國的那種方式隨便 因為我們比較屬於那個創意教學 他完全沒有辦法應付 所以 這個 我下一次要記得 碰到這個博士級的不要問問題 這個特別是 我們台灣 有很多國際法博士 喔 國際法博士 那你問他們有關 是不是用 拿破崙時代過後 呃 戰爭管立法的原理 來分析台灣的國際地位 哇 一片空白 因為他沒學過 他是國際法博士 但是那個 那個是我們所謂的平史國際法 有關戰爭的事情 他不知道 所以在他的腦袋瓜裡面 蔣介石來台灣 1945年4月25號 日本投降 這個在法理上的意義 有蔣介石決定 好像他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你看他寫的書嘛 我就是完全錯誤 國際法已經對這樣的行為 已經有完整的規定 而且完整的附帶說明 那是軍事佔領的開始 沒有其他的解釋 沒有其他的解釋 百分之百沒有 然後呢 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 所以沒有台灣光復節 沒有這個 這是騙局 接下來 把所有台灣人集體規劃 中華民國國民 違法 再來開始徵兵違法 一連串的違法 那今天你看報紙上 他就說 台灣像一個國家 有軍隊 有政府 外交關係 所有這些東西 你不會去了解 那都是違法 全部都是違法 所以我說旁邊這個土地 我說是我的 旁邊這塊土地是我的 我有證明文件嗎 我不需要證明文件 因為你問中華民國政府 你說台灣是你的證明文件嗎 我不需要證明文件 你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我宣布台灣光復 因為我宣布台灣光復 那好 那我宣布也是我的 你說有效果嗎 你說可以嗎 那你今天進不了聯合國 理由何在 因為你講的那些國際人是不接受耶 因為你違法 你做什麼事情 胡說非為 所以 這個基本上 應該是 美國人要追根救敵的地方 很可惜很多人 他就不知道 因為學 所謂戰爭法 學這個的都是 都是一些軍人比較多 我是早年在網路上 接觸到一些軍人在討論這些問題 我才下去 去研究 一般老百姓 他們不懂這個 所以 一般國際法學者 也不了解這個領域 完全不了解 他也不去研究 因為他沒有 沒有一個 一個開始怎麼樣進去耶 他不知道怎麼進去 美國大學有教這個 沒有 美國律師 法律研究所 有教這個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他們不知道 只有我們 我跟他合作 很多年的這個 林志成 只有 我們兩個是把這個 研究出來 所以 我們去開很多會 後來林志成就告訴我 不要去開會 別的單位在開什麼會 不要去 因為 反正你就把他們激怒而已 他們也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怎麼樣 所以 還是 放他們一碼對不對 所以 到今年 今年是什麼 2011 舊金山和平條約 簽署60周年 也有很多會啊 在討論舊金山 可惜 他們就是不知道 舊金山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他看不懂 他寫的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你看得出來嗎 他們看不出來 因為他不會看 和平條約他不會看 所以 他不知道 其實他寫得清清楚楚 對於懂這個法理的人 看一看就知道 就是這個意思 也不是隱藏 寫得 寫得非常的明白 你就是不會看 對不對 你不知道那個文字什麼意思 OK 所以 一般 應該是這樣 也是美國的一些基本精神 就是追到了 追到那個最後面 所以 為什麼 一般美國學者沒有追這個 那就是當然 因為他沒有那個法理背景 將來 將來這個就顯示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很驚訝 啊我們怎麼 他們打電話來問我們 我們怎麼回答 本來就這樣 你不會看 這 你 那他說我怎麼樣去隨時去看 我就說好 那我們有很多網站你去看 我 我 我會告訴他們 不容易 就像 高中生 要學 大學 一二年級的 的那個 化學 你說一下子可以補上嗎 沒有那麼簡單 你慢慢看 慢看有問題 所以 不是上一次我們開會 蘋果日報有派一個記者來 那記者要訪問林志森 林志森說 林志森說 你先把這些書拿回去研究 你再來問我 結果好像沒有下文了 送他那一本厚厚的好幾本 你先看完 那你看不完你懂什麼 你問什麼 對不對 所以 接下來 因為蘋果日報喜歡亂寫一通 他就不敢隨便接受他們的訪問 我想這個是對的 OK所以這個作為我們的開場吧 那 那個 現在 我們 一般學員 如果你到美國去 你大概是去哪裡 很多人都是到這個 所謂美國的大陸地區 所以將來 就是林 林志森說的 將來其實大陸 他是屬於美國大陸 對不對 中國是叫做中國 我不應該叫中國 中國大陸 台灣人說 中國大陸好像 已經承認 有台灣 有中國大陸 好像已經 已經認為已經是 合而為一嘛 或是即將合而為一 中國就是中國 沒有沒有什麼大陸 大陸是美國 因為林志森以前住夏威夷 我們 我們大學時候 有大學生去旅行 他就跟我們提醒 你到夏威夷 你不能說 喔 在美國怎麼樣 在美國怎麼樣 當地人會打你 夏威夷也是美國 你要說大陸怎麼樣 48周怎麼樣 48周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將來我們也是這樣 如果說大陸 那應該是指美國48周 還是 廣義50周 比較頭當 那你去那個50周 你看到美國的一些情形 或是你碰到那邊的人 你跟他們聊美國的情形 這個又跟我們在這裡說的 美國的情形又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主張 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周 這個是普遍 對我們最大的誤解就是這個 人家說 喔 你是提倡台灣變成美國一周 沒有 我們沒有提倡 我們從來不提倡這個 所以 前幾天 我看了一個報紙 蔡英文在美國 她就說 我是不屬於中國的 所以台灣就獨立 嗯 她又加了一句就說 反正 反正 就是說 如果台灣屬於中國的 就是 就是類似一省嘛 啊不屬於中國就是獨立的 不過這種二分法是完全錯誤的 你沒有學過領土分類 領土有幾十種分類 所以你蔡英文頭腦壞掉 你頭腦有問題 你作為一個現代的一個 一個也學過法的 你頭腦非常的 非常的不清楚 領土的分類有很多種 美國就有 伊合併領土 衛合併領土 美國有州 啊美國有 有那個佔領地 就像台灣的那種佔領地 佔領地屬於美國的一部分嗎 no 所以人家又說 你是提倡 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no 我從來不提倡這個 林子森也從來不提倡這個 不要 沒有學過戰爭法就 亂開始發表理論 你先把那個書 想新台灣論 你先看完 你先了解我們在講什麼 美國佔領伊拉克 伊拉克變成美國的一部分嗎 沒有 絕對沒有 美國 墨西克戰爭的時候 美國 佔領墨西克 墨西克 變成美國的一部分嗎 沒有 什麼國旗在飄 美國國旗 因為它是美國的佔領地 那 進口出口協在管 美國在管 這個整個佔領地 整個法理 要稍微了解 你才能去談這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 林子森常說的 佔領不移轉主權 就那個和平條約才可以 所以後來 日本放棄 那就 另外一個 一個局面 在日本還沒有放棄以前 這個就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 我們就說 蔡英文就把這個地方講對了 但是她忘記繼續講 她就說 中國民國是流亡政府 因為你過來這裡的時候 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光復節沒有 國際法上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說法 因為那個是佔領的開始 佔領不移轉主權 所以 中華民國過來這裡的時候 流亡政府 但是她忘記後面那句話是什麼 流亡政府沒有辦法 就地合法 你看 蔡英文不敢講到 不太敢講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她一直想辦法 是這個流亡政府合法 她還要去 競爭這個流亡政府的那個總統頭銜 對不對 所以後面她不敢講 她去美國好像也沒有講 這個也比較可惜 我們就是把事實講出來 所以 你如果接觸到這些 一般美國人 你說 我在桃園 我上一些課 然後她講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她說怎麼樣怎麼樣 一般美國人可能沒有辦法 去分析這個對錯 她會知道的 是美國州跟美國之間什麼關係 對不對 吉他的他不太知道 這些東西屬於美國的那個 海外發展史 美國人 本土美國人最多學到美國的 48州發展史 學的 比較特定 就是東海岸發展到西海岸 到那個加州那邊 然後再點 點綴一下就是 阿拉斯加 1867年 跟俄羅斯購買過來 那個時候 那個國務卿 都在談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去 去日本開發日本的那個 那個 海軍的那個軍官那個 Perry 他先來台灣 他說 1860年代 他說 台灣西海岸 有一些 有一些 很少數的一些漢人的部落 其他都是原住民 無法無天 欸乾脆把這個地方也 美國就埋下來 他有提案 他跟美國提案 美國說他太遠了 太麻煩 因為那麼多野蠻人 不好啊 所以後來他到 他跟國務卿提議 後來他到日本去 然後要求日本要開放 海關進出口 自由進出口 然後那個國務卿他自己就跟俄羅斯坦 那個 當時叫做冰庫 買那個冰庫 阿拉斯加 阿國會就罵 沒有用 一點用都沒有 他說我就是想買那個冰庫 那邊有的是 除了下雪以外還有冰塊 那後來 亂七八糟 後來買下來了 隔了50年福特 發明了汽車 喔需要石油 哇 那邊很多 對不對 又天然資源又什麼什麼 喔發覺那邊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 很有價值 但是以當時的眼光來看 沒有價值 還好他買下來 如果他當時把台灣買下來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 事情 歷史有它的巧合 那連阿拉斯加 會把人家搞糊塗 因為阿拉斯加 是 到 某一天 中午 開會 俄羅斯簽名 賣給美國 美國簽名 我接受了 到這個時候 俄羅斯的主權停止 美國的主權開始 清清楚楚 是不是 這個時候 但是像 美國西班牙戰爭以後 像波多里哥 他在 因為戰爭的關係 他 變成美國領土 他的過程 沒有那麼單純 他的過程有好幾個步驟 然後 先是有美國 他先把 古巴打下來 他是 1898年 7月17 征服 最後征服 因為他們差不多4月算戰 到了7月17 就征服所有西班牙軍隊 在古巴 勝那個 國旗 然後把古巴安定以後 不到 一兩個禮拜 那個軍人就 就開始想 欸 是不是要有另外一個目標比較好 菲律賓關島都已經 那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那個已經拿下來 那個軍官說 欸 這裡附近有個小島叫做波多里哥 我看 也不錯 是不是我們那邊 帶著軍隊去拜訪一下 美國總統說 好 拜訪一下好了 不到幾天 就那邊 波多里哥的西班牙軍隊 就協議投降 不要打了不要打 8月12號 8月12號 協議投降 12月10號簽署和平條約 第二年1899年 4月11號和平條約上效 波多里哥 擱讓給美國 那這個時候 波多里克還是軍政府 他還是軍事政府啊 還是軍人在控制啊 所以美國國會就必須通過一個法案 因為波多里克是 是擱給美國 美國國會必須通過一個法案 他要指定什麼 他要指定 波多里克的民政府 要成立嘛 讓他裡面的組織 他必須通過這個法案 所以他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到了 到了差不多 1900年5月1號 波多里克的民政府組織法就生效 所以波多里克就變成 美國的這個 海外領土 然後他有他的 民政府 他的民政府是美國國會 通過的組織法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是在和平條約 割讓給美國 那古巴就不一樣啊 古巴是西班牙放棄 但是沒有指定給誰 比較像台灣 比較像台灣 西班牙放棄沒有指定給誰 那這個時候 主織法 古巴的主織法 誰來搞 那 只有古巴人民自己搞啊 美國國會沒有法理來搞 沒有理由來搞 因為你沒有割給美國嘛 你等於說 所以台灣報紙上 常常講 台灣自由時報 最喜歡講 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把台灣割讓出 沒有指定給誰 就是給台灣人 就是給我們台灣人 他忘記一件事 你必須組織一個政府 你必須組織一個政府 所以就像我們民政府 因為政府跟人民是相對的 OK 政府跟人民是相對的 和平條約 不是割給人民 它是割給政府 這個由是他們 基本的 和平條約的法理都不懂 他有說 有的 有的像姚家文 一竅不通 他就說 喔台灣已經獨立了 他是 和平條約完全沒有看 那個 韓國 裡面有寫 獨立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 承認韓國獨立 沒有說承認台灣獨立 所以這樣說法是 百分之百錯誤 就算他割出去 你要接 你必須是一個 政府的型態來接 為什麼台灣長期上沒有辦法 因為 有一個 有一個團體在這裡 卡位 對不對 就是國民黨在這裡 卡位 他的政府就壓在這裡 他不是當地政府 他要說 他接台灣的主權 或是他接台灣的關係權 其實我覺得 你看美國的歷史 所有的文件 你找不到一個文件說 美國承認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沒有這個文件 他承認 中華民國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 所以為什麼 1949年 中華民國跑到台灣 美國繼續支持他 是承認他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 那個時候已經變成流亡政府 就像我們臨時上說的 也有法國人跑到倫敦 做流亡政府 還有人支持他說 他是合法的法國政府 他不在法國境內 但是他還是法國的合法政府 在很多人的眼 眼光裡面 他是法國的合法政府 他是已經流亡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跑到台灣 人家支持他 還是中國的流亡政府 沒有說他對台灣怎麼用 沒有說他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所以這個地方 台灣的歷史 好像沒有寫到這麼詳細喔 沒有 我覺得美國的那個 不過今天反正 這個是我講的 你去問美國國會議員 他們也都昏了頭 對不對 他們也都不懷疑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不過那個國會議員 最近是什麼 他們在 在提倡美國要賣那個武器給台灣 他是為什麼在提倡 他是為了人權嗎 好像 講話最多的兩個國會議員 一個是佛羅里達州 一個是德州 結果剛好 翻到那個國防的那些製造商 如果賣武器給台灣 哪一個州受益最多 最多的收入 巧合 剛好是佛羅里達州跟德州 那個兩個國會議員 為自己的州的州民 好處 在爭 你以為他為台灣來爭 喔台灣要站起來 台灣要民主發展 喔我們要幫助台灣 進入下一個時代 No 他講的是 喔我的救民有錢 他會把錢拿出來 給我再次競選連任 嗯他想的是這個 所以不必 不必想的太多啊 反正 這些國會議員關心台灣到什麼程度 你就可以查查看 所謂台灣連線 有沒有一個公開的Email信章 你查查看 沒有 那你寫給那個 國會議員呢 你寫給他呢 他有線上網路上有個表格 你要填寫 等到你填寫完 意見寄過去 他馬上就退回去 立刻啊 就退回去說 對不起 你不住在我的選區 所以我 你如果要反應一件 你選你的 國會議員來反應一件 欸拜託 我是反應給台灣連線 我不是反應給 給就是說一般美國內政的問題 當然 台灣關係法也是美國內政 我們 林志生這個案子 我們這個案子等到 通過以後 台灣人拿身份證 台灣人到美國 自由旅行 不斷地提向衛接 哪一天美國國會議員 聽到中國在說什麼 他就站起來說 請中國不要干涉美國的內政 這個時候台灣就上去了 是不是 這個時候他的翻分裂法 就可以手中正庭 像民族一樣 直接把它燒掉 所以 但是基本上 現在那些人 那些國會議員 都是停留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 喔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盟友 但是很多歷史水家就分析到 中華民國在 在台灣跟中華民國在中國 不太一樣的一個體系 不太一樣 所以 那些人的頭腦還是在 50年前的 今天 他考慮的是自己周明的那個口袋問題 你也不能批評他這個 但是我覺得說 台灣的報紙都會解讀他們的那種動作 他的言語 他的一切所做的 好像是為了台灣 台灣在國際上 他幫我們 爭取正義 其實 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那麼偉大 他爭取的 到了最後 還是要為自己的連任 來那個 所以你看那個 現在 在 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的那個女 女主席 女性的主席 他一天到晚飛到洛杉磯 那這個就很奇怪 他飛到洛杉磯 一天到晚跟那個什麼 武黎培的福爾摩斯基金會 就在演講 姚傑西元支持他 支持他當然是支持他連任 但是奇怪 這離開他自己的旋區 太遠了 還有 加州也有西班牙人 西班牙裔 他會講西班牙語 所以 他就去討好這些人 為了他自己的那個 但是 加州的人如果寫信給他 他的那個email 馬上 你不住在我的旋區 對不對 所以我們美國的那個 副主席 蔡民法特區跟 跟他捧面好幾次 好像還沒有 給他資料什麼的 好像很沒有 意思也好 他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賣武器給個流亡政府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 甚至聽不懂 所以 所以 所以為什麼林志森跟那個美國的那些 那些 信任部門的那些人 跟他們溝通 他們甚至於跟他講說 唉 國會 不要理他們 因為他們的頭腦完全在不同的地方 也沒有在 也沒有在談什麼 都是為他 都是為他的周明的利益 在那裡爭取 就嚴格來說 不是為了誰在 在怎麼樣 對不對 就像 maybe你可以查查看 哪一周 的工廠 哪一周的工廠 出那個什麼 擠救 設備 出的最多 一定有某些州 他們在生產那些東西 那那個州議員 就是非常的 大聲在國會說 我們要幫助那個 SOMALIA 我們要幫助那個誰 幫助那個誰 都是那些 國家就是內鬥 然後很多難民 那些 到了最後 還不是在談自己 本州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他後面 有很多廠商說 趕快 如果美國買我 幾億這個東西 我們運過去 給他們用 對不對 就算他們 因為沒有馬路 拿不到就隨便 丟到港口裡面 無所謂 生意做到了就好啦 對不對 你以為他是很正義 那不是 OK 所以 我們 還有 一個小時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起床 走 請坐 休息十分鐘 再見 再見